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部地区的话今天云量也多 所以云层稍后说偶有零星的短暂正雨或是小雨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全台湾都有雨了 只是说雨势没有北部来的大 OK所以这是有关于今天的状况 今天比较值得注意的除了雨势之外 还包括了强风 8到10级的强阵风 还有沿海地区的话都会有长浪发生 这一部分要特别注意 然后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因为等于是在入冬之前 但是今年的冬天其实又有点点晚了 又有点暖 所以暖暖冷冷的 这部分要特别注意 明天开始要稍微回温 所以要注意的是会稍微回温 好 这个就是东北季风的逐渐的减弱 所以台湾台湾附近的中高层的水气也慢慢减少 所以中南部的天气明天率先就会好起来 然后北部的话就是零零星星的小雨 在未来这几天雨势也会稍微的减缓 但是一路缓到了礼拜六 就明天是礼拜四 四五六 到礼拜天的时候会是说 今年接近入冬以来的最强的冷气团 会在礼拜天报到 好 那去意思就会比前面那一波 其实还算冷 这个十四五度 这样的一个低温的话可能会来的更低 好 那这一波的低温呢 看起来 从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的清晨 都要特别注意会有显著的降温 那这边也依旧的说 这个气温可能会下炭十五六度左右 OK 好 所以呢 等于就是明天开始回温到礼拜六 然后呢 礼拜天突然之间会有这个冷气团报到 好 所以呢 这样冷冷热热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要稍微注意 不要感冒了 好 今年的这个流感 跟这个新冠 我们再次强调 这两个呢 混在一起 有些尤其是有些症状 有点类似啊 呃 第一个会呃 在医疗体系来说的话呢 可能会很难辨别 或者说一时之间会比较混乱 那对自己来说的话呢 也会增添更多的心理上的压力啊 OK 好 所以呢 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出一个免疫力啊 是强的时候 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OK 好 那这是有关于呢 天气空气啊 这个啊 还有空气 好 空气的话呢 在今天呃 这个只有屏东啊 连续几天 因为下雨的关系嘛 啊 所以呢 空气品质都还算好 就是屏东局部性的啊 时间啊 大概是一个橘色提醒 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好 我们看到呢 在北北基啊 这个17到22度降雨距离70%到100 陶宿苗17到22度降雨距离70% 中部地区19到24度降雨距离40%到50 南部地区18到26度降雨距离40%到50 而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18到21度降雨距离90% 花冬21到25度降雨距离20%到70 外岛地区14到22度降雨距离20%到50 OK 好 所以你的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OK 讲到这个天气哦 今天看到一个相关的讯息 也稍微值得注意一下 就是说对台湾来说 这个目前的气候变迁 当然啊 这个就是大家感觉到 这个比较极端气候的状况 那台湾的话呢 环保意识也越来越抬头 但你知道吗 就气候变迁的绩效全球的评比啊 就是由呢 德国好几个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的2021年气候变迁绩效指标啊 这个在昨天公布 结果呢我们的排行呢 竟然是在后段班 所以我们虽然呢 环保抬头 但在实践力上 在行动力上 事实上呢 是表现并不如自己预期的好啊 那尤其是再生能源的名次是倒退的啊 好 所以呢这个整体表现看起来比去年还要退步良民 所以还蛮差的啊 好 所以呢呃大家要继续的加把劲啊 就是落实环保啊 这个讲的真的是比做的啊 不是做的比讲难来的更更重要 那这个讲到说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呢 我想对政府的作为实上是有关系的了啊 尤其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拼命呢 在发展太阳呃 风电等等啊 这个部分 但是的话呢 在过渡期我们却呃大量的因为减少了核能发电 而增加了火力发电啊 所以最近呢 台湾的空污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民政啊 还有包括了可能肺腺癌的罹患的人数啊 不断的飙高 这个在医疗界啊 都认为跟这个空气品质呢 实际上有直接进阶的关系 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对台湾的能源政策来说啊 其实我们的绿能如果发展的快的话 我觉得你你先核能改呃 摆一边 我觉得还OK啊 呃 但是现在如果说绿能真的发展的那么的慢啊 但是呢 却又坚持呃 搁置核能啊 然后不断的去加加大啊 这个火力发电的力道 其实真正的付出代价的是大家的健康 OK好 所以呢 这部分讲到的是跟天气 跟气候变调啊 有关的相关讯息顺便的提供 好 那看完这个相关讯息之后啊 一样的是跟健康有关的是疫情 好那疫情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觉得很简要的来看啊 那这个全球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还是美国是最严重的灾区啊 坦白讲这个美国真的太糟糕了啊 所以呢 一方面看起来呢 疫苗的救星呢 一方面呃 欧洲那二方面的话呢 其实美国表现非常的亮眼啊 但是呢 反过来说 呃 他们的疫情呢 却是全球最糟糕啊 所以会知道说这个疫情的严重啊 可能跟他们的医疗的进步与否无关 也是跟整个的政府的治理啊 跟人民的社会文化的习性啊 是非常严重相关的了啊 好 那所以呢 从昨天到今天 全球增加了54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呃 增加了11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啊 所以呢 全球现在来到了6,851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15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每天讲这个数字可能有点麻木了啊 那要讲的是 譬如说美国很简单 美国的话呢 持续啊 还是在最高峰 他单日增加15万人 然后呢 他昨天啊 这个飙高了死亡的数字 刚光光是一天里面啊 昨天一样是感染了17万人 大概1000多人死亡 但是呢 今天呢 一样的是17万人 2515个人死亡啊 那这个是目前他单日死亡的新高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数字啊 呃 就整体来看的话呢 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到了1555万人了 1000多万人了 这么多 然后呢 死亡的人数呢 即将要突破30万 目前已经29万人了啊 所以呢 就目前看起来呢 他们这个相关的纽约时报的追踪啊 目前的单日死亡啊 已经破新高了 那再来的话呢 呃 这个破新高是打破了4月17号啊 所创下来的单日记录 然后呢 单日住院的也破新高 一天就有10万人住院 所以我们刚讲到比如17万人感染 中间有10万人住院 所以代表的是啊 这个轻症无症状的人是少数的 过半以上的都需要到住院的状况啊 所以你会知道是美国的疫情是真的是很严峻啊 好那所以呢 这是跟美国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讯息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啊 他们有一个健康指标跟评估研究所啊 他们特别又发出预测跟警讯啊 说最坏的状况呢 美国可能会在1月20号达到高峰 这一天是美国总统就职日啊 所以难怪呢 拜登现在正在评估 是不是呢 要创下有史以来的潜力 就是他们的啊 这个就职大典要改由视讯来举行 目前正在评估中啊 好所以他讲到说 1月20号会达到高峰 如果各州呢 愿意重启啊 比较严格的防疫命令的话 预估可以减少大概44万人来染疫啊 所以呢 这个减少的人数也蛮多的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现在就是因为防疫的措施啊 做得太松散了啊 所以呢才导致这个疫情呢 不断的飙高 好所以呢 就是光过我们讲到美国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啊 好那除了美国之外的话呢 很快的来看啊 这个巴西啊 这个47,000啊 所以巴西的疫情呢 又抖然神高了啊 才缓和个几天而已 土耳其呢 33,000 印度呢 32,000啊 所以呢 在亚洲部分的话呢 土耳其已经超越了印度啊 只是说他的相关的无症状的人可能居多一点 另外的话呢 欧洲的疫情呢 也再次的飙高了 昨天才讲说法国还不错啊 才这个五六千 结果呢 今天又到13,000 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啊 来生时间啊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美国的疫情呢 非常的糟糕啊 那现在的话呢 刚刚讲到华盛顿大学 他们说呢 1月20号可能会飙到高峰啊 那就是呢 美国呢 就职大点的时候 所以我刚看到这个消息是在昨天啊 呃 国家广场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那他说呢 呃 大概就会有个小型的仪式 但是呢 尤其啊 这个相关的游行是不可能举行了啊 所以呢 整个的美国的就职大点 总统的就职大点的确定啊 就会采取一个比较简化的状况 那拜登呢 在昨天啊 这个呃 这个场合当中 他介绍了这个卫生团队啊 但是卫生团队很特别啊 他是由一个呃 周家族的检察长啊 他来出任啊 这个卫生部长啊 那OK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些刑事作风啊 跟过去的一些呃 资历跟能呃表现吧啊 可能这个受到拜登信任 但比较特别的是拜登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上面 他特别强调啊 他上天上任之后的百日啊 除了先前讲到说呢 这个百日一定会要求大家戴口罩之外 他也保证啊 会在百日之内让美国人至少施打一亿计的啊 这个新冠的疫苗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大概至少是五千万人啊 所以这件事情对拜登来说 现在眼前啊 就是重中之重啊 所以我们刚讲到这个是美国的状况 因为讲到了就职大典啊 讲到了1月20号 会是他们认为啊 可能最高峰的啊 严重的状况 现在已经蛮严重了 这个死亡率单日的不断的飙新高 住院率也飙新高 好 那我们刚讲到的是欧洲啦 欧洲呢 这个法国啊 这个昨天才 传出这个比较好的消息啊 这个在五千以下 是三千多而已啊 今天又飙到了一万三啊 足足增加了一万人 那所以呢 包括俄罗斯啊 这个两万六 德国一万八 意大利一万四 法国一万三 英国一万二 乌克兰一万啊 所以呢 比国做体 昨天啊 又稍微的上升了一点 好 那至于在亚洲部分的话呢 除了土耳其跟印度之外的话呢 就是伊朗 那伊朗的一万一 那我们要比较关注的是印尼啊 印尼五千多 OK 那日本的话呢 也出现了一个呢 最新的哦 这个标高的记录呢 就是他们单日死亡四十七个人 而这比起美国当然是呃 这个轻很多啦 美国单日死亡两千多 但日本的话呢 他的疫情呃 单日的感染啊 一千八 但就死四十七啊 这个比例算高的 好 那韩国的话呢 还是有五百九十四个人 单日新增感染 香港也破百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在单日呢 呃 这个感染了新冠肺炎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我们看得到的啊 就这个全球新冠疫情啊 这个最新的状况 入到秋冬 真的是呃 虽然听这个数字觉得有点点烦 或者有点点麻痹啊 但是这个数字确实还是让大家知道说 今年秋冬很难啊 目前呢 六千八百多万人里面啊 这个法新社报道 在昨天欧洲突破了两千万啊 观光是两 中间欧洲就占了两千万 但是呢 就单一国家来说的话呢 美国就占了一千五 所以呢 这两个地方呢 就已经占了这个 呃 新冠肺炎非常大宗的地方 OK 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讲到跟疫情啊 有关的消息 好 但是呢 昨天的啊 这个欧美股市啊 是呃 红通通啊 都是上扬的 那原因是疫苗 所以我们已经很早就跟大家说了 这段时间呢 绝对会是呢 疫情跟疫苗 拉去PK啊 的殊死战啊 就在今年的秋冬 到底是谁可以占上风啊 那当疫苗的消息 那当疫苗的消息出来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通常股市就上扬 好 所以昨天就是 因为昨天的英国已经打了第一剂的疫苗 然后 哦 这个目前看起来呢 美国的FDA 对于呢 啊 辉瑞跟德国的BioNTech 哦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疫苗的检释 哦 跟审核 目前看起来即将开绿灯 OK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和在美国呢 道琼贵指数上涨了104.09点 收在30173.88点 涨幅是0.38% NASA指数上涨62.83点 收在12582.77点 涨幅是0.5% S&P500呢 上涨了0.28% 另外的费穿半导体涨了0.34%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 OK 两大指数上扬 呃 法国是下跌 法国跌了百分之0.23% 那德国涨了百分之0.06% 英国呢 涨了百分之0.05% OK 好 刚刚讲到的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呢 英国施打了啊 这个呃 新冠疫苗等于是在等于西方世界了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啊 他们其实都已经打了啊 用在一些他们认为的第一线的 或是一些政府官员的身上啊 还有一些你如果愿意啊 自己自费的话呢 也可以打到疫苗 好 但是就这个欧美国家来看的话呢 呃 这个英国是第一个啊 这个大规模来施打的国家 昨天呢 拔得头筹的并不是英国女王啊 他们不是他们要去排队吗啊 所以显然的啊 他们并没有那么早排到 是一位90岁的老婆婆啊 叫Margaret Kinnan 她是第一个接种啊 这个辉瑞疫苗的人 OK 这是一个嗯 好消息啊 那另外的话呢 就美国来看的话呢 他们说目前看起来呢 也是同样一支疫苗啊 辉瑞 他们认为呢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符合紧急使用授权的成功标准啊 所以呢 应该会开绿灯 好 回到蓝轩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了美国FDA哦 他们呢 讲到了一些相关的啊 这个辉瑞跟德国BioNTech相关的指标 特别讲到说 他们大概在打完第二季之后啊 7天之内 就可以呢 得到防护力啊 而且防护的效果呢 大概有接近95%左右 好 所以呢 应该就是听起来就即将要开绿灯了啦 那所以呢 辉瑞啊 这个在昨天的股价呢 是上扬的 涨了3.2% 好 所以呢 现在就是靠这些疫苗的消息啊 来支撑啊 这个在疫情的笼罩底下呢 非常严峻的欧美股市 那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跟疫苗有关的消息 另外一个的话呢 呃 是莫德纳嘛 啊 那看起来它也是防护力是94.5%吧 啊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是对台湾来说 我们也有打算啊 去直接购买的 那就是呢 牛津大学 跟这个阿斯特利康啊 这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 他们呢 呃 在四个证 这个是国际之间非常非常知名的 这个医疗期刊当中 他们发表了 他们呢 这个针对第三期人体实验的最后报告啊 他们坦诚的先前 呃 一度传出来的啊 这个就是对他们的防护力 有点疑问的质疑啊 那确实他们报告证实呢 他们呢 呃 打第一剂呃 是90%的防护力 打第二剂之后呢 防护力呢 降到62% 而且呢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啊 这些受试者呢 也不过才1367个人 他们说确实是啊 是这样的没错 所以显然他们必须要去 补足啊 这个相关的 可以让大家呢 呃 感觉到安心信任 呃 安全的这些报告 跟应该要有的程序才对啊 那另外的话呢 在这些受试者当中 没有人的年纪是超过55岁的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呃 最大的呃 这个问题了啦 因为呢 这个疫苗其实最主要是要给高风险的人去使用啊 那高风险的话都是呃 这个高龄长者啊 所以你不超过55岁的话 那本来55岁以下的都嘛 是自己的防护力 或者是免疫能力就比较呃强嘛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通常呃 这个中状啊 这个轻状啊 这样子年纪的人感染新冠肺炎 无症状跟轻状的人居多嘛啊 所以现在讲到说要戴口罩要隔离 其实都是为了这些无症状的年轻人 不要去感染了呃 可能年纪大的人 因此呢 你的无症状变成他的呃 这个重症 你的你的呃 蜜糖变成他的毒药 大概都是这样的概念嘛 啊 OK好 所以呢 这个牛津大学啊 他们还蛮勇敢的啊 蛮诚实的 应该这样讲啊 不能讲勇敢 应该要这个样子做 就蛮诚实的 他们在这个刺根症刺根症里面呢 发表了最后的阶段的临床实验报告 但听起来啊 他是第一个发表的啊 所以呢 亲眼讲到辉瑞啊 马德纳上都还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居民 起刊当中去发表啊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让他知道一下实验当中 不同年龄啊 不同性别啊 不同种族啊 他们都会非常细项的啊 一些相关的呃 这个内容跟研究 OK好 所以呢这个牛津可能啊 他得要再加强一点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呢 欧美国家都在抢啊 而且全球疫情研究的国家也在抢 像巴西都就呃 又最新啊 他们都已经谈好了 明年二月呢 就可以开始施打了啊 那所以呢 大家都在抢的状况底下 欧美的啊 疫苗一定是让他们自己先使用 所以呢 市场上面接下来呢 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目前呢 中国跟俄罗斯呢 拼命的自我宣传 呃 因为呢 欧美国家的公卫专家比较质疑说 那你的安全报告 我们都没有看到 至少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么多家 我们是一个一个呢 第三期的最后实验 报告怎么样 防护力怎么样 都出来了啊 那中国跟俄罗斯怎么样呢 那这个中国方面啊 这个在昨天 公开表示说呢 中国的啊 这个疫苗呢 安全防护力也非常高 又高达90%啊 好那所以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呃 就是要去抢啊 未来的这个疫苗市场了 一方面呢 就显现出国力的竞争 跟国力的强弱 二方面的话呢 呃 在商言商啊 市场当中 如果欧美的疫苗不够打之后的话呢 中国跟俄罗斯呢 生产的啊 这个疫苗的量啊 实际上还蛮大的 所以他现在直接供国内打啊 那等等未来的话呢 市场上面会不会 呃 也因此啊 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呃 会不会啊 因为是一个疫苗的空窗期 因此造造成疫情 呃 的扩大 我想这本事大家会关心的 那因为在今天啊 这个最新的消息 呃 顺道讲一下 那就是说我们呢 那就是说我们呢 这开始昨天又有境外移入啊 的两个例子 而且这两个例子都是拿了阴性的报告进来 但是呢就在隔离14天之后起买出来都是阳性 呃 一个呢是来自于印尼呃的呃 这个呃 外用呃 外外籍的移工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浙江的台商啊 他入境之后呢 12天才发病呃 那目前呢 这个专家还包括防疫中心的说法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是在本土才感染就回到台湾才感染 但另外有个可能是在大陆的机场感染啊 所以浦东机场的之前就出现过呢呃群聚 那所以呢呃这个我们的例子出来之后 中国大陆的浦东机场立即进行筛检 针对一万七千多人进行筛检啊 这个筛出来了几个人啊 那所以看起来也有可能啊 所以呢 到底这位浙江台商 他是拿了阴性报告哦 所以他等于是阴性报告完了以后去登机 就没想到有可能第一个在机场感染 第二个很可能在回来的路上 或是在台湾的呃隔离的过程当中感染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要再次提醒我们说 呃OK好 所以虽然台湾很安全 台湾很幸运啊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掉以轻心 因为今年的秋冬真的是全球 尤其是欧美拉警报 好 所以呢这些是跟我们刚讲到的啊 这个疫情啦 呃跟这个疫苗的竞赛啦 跟台湾目前可能的一些状况啊 这个相关的呃这个报道 另外的话呢 华尔街日报啊 有一个报道讲到说呢 欧美的科学家呢 现在开始不断的研究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纳闷了 觉得为什么亚洲国家 尤其是东亚的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这么的低啊 那为什么欧美国家这么的高啊 包括南亚其实也是啊 那他们试图找出来一个答案了啊 说有科学家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感染过 比如前面的SARS啊 这个上次在东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啊造成比较大的一个 呃这个风波啊 所以大家其实呃是不是身体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抗体 他们都比较从啊这个医学的角度去看他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点 或许是跟我们曾经感染过有关 因此我们在文化上 我们在习性上变得很容易接受 很知道这个经验 哦不行要戴口罩 哦不行要保护自己 哦不行要隔离啊 就变得比较乖 就因为有过去的经验 而方面其实东方文化也比较顺从啊 也比较是一个群体文化啊 不会那么的自我哦 那么的个人主义哦 我想其实不只是在医学 我想在文化上跟习性上应该有最相关的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好回到南云时间啊 那么刚讲了这么的多啊 那所以呢呃对于经济的影响 当然是还不小啊 尤其对美国好 所以美国呢11月份啊 他们有个小型企业的信心指数啊 呃这个前职是104 预估是102.5 结果呢收在101.4啊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连小企业 我想小企业可能更是 在这个呃大的狂风暴雨当中 小船其实会晃得更厉害了啊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是呃 微小企业压力都很大啊 所以我就这是在讲到 接下来如果疫苗啊 可以顺利的带动了整个的经济 在明年好转的话呢 所谓的K型反弹是大家最担心的啊 这K的意思就是说 呃你把这个K啊 这个呃 又一杠 然后这右边啊 这个地方你从中间画一条线 意思就是说呢 在一条呢 呃这样这个坐标线上呢 一部分可能是仰上的 一部分是往下的啊 所以往下的这一群 意思就是说 未来的复苏会非常不公平的复苏 可能是富裕国家跟富裕阶层 他很快的就会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很快的啊 能够呃这个呃 复苏回魂啊 这个回春 但是呢 可能相对来说 他们本身的竞争条件不够的 呃这个比较贫穷的国家 或者呢 相对来说呢 这个中下阶级的人啊 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会受伤更大 包括可能裁员先裁 他们要找工作的比较难找等等啊 呃 OK 所以呢 对于政府来说的话呢 他可能就必须要 由政府的力量啊 来进行支撑 或者是说像联合国 他们也会特别的针对一些呢 贫穷的国家 确保他们可以拿到一些相关的疫苗等等 就是这个概念啊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有关于的这个相关的经济啊 确实是有一些影响 好 那就美国呢 有两家公司啊 他们针对今年跟明年的GDP啊 呃 稍微做了一下啊 可能的预估跟分析啊 高盛 高盛的话呢 他们说因为啊 这个服务业具备有相当的弹性了 所以认为明年如果复苏的话 美国的话啊 这个GDP可能可以增长5.3% 哇 这个听起来还蛮乐观的 但是今年可能是负成长 百分之呢 3.5 所以今年是 就是很惨的了啦 这个大概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这标准普尔的 首席经济学家 他也是这样讲 他说呢 美国正处在一个 经济衰退边缘的时刻啊 如果没有啊 这个新的纾困方案的话 最后一季啊 就是这一季 很可能会萎缩啊 美国会萎缩百分之2.3% 好 所以听起来呢 在今年都还算是蛮悲观的啊 但明年是不是会好转 就要看看接下来的状况了 好 那呃 这个对美国来说 现在呢 有一个蛮 呃 矛盾跟荒谬的这个情形啊 这个是纽 呃 这个华盛顿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讲到了一个啊 这个新闻 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呢 呃 中国大陆最近的不断的传出来 出口的好消息 不是他们出口可以这么好呢 呃 并不是他们自己哦 当然他们疫情控制的很得宜 但是他们说拜美国严重疫情之次 呃 蛮蛮蛮 蛮讽视蛮荒谬的 因为呢 实际上美国确实疫情很严重 那因为疫情很严重 大家都在家里面 大家可能都必须要在家上班 呃 在家居家 要检疫 然后呢 他们一样需要电动 他们一样需要电脑 他们一样需要远距的等等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造成了中国大陆呢 相当多的电子设备的输出 OK好 包括了电脑啦 包括了像iPhone 美国的iPhone市场在大陆啊 是生产的比较不受影响的 所以他们大量的观光是上个月 就11月份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手机总出口额就增加了大概80亿元左右 很多的呢 都是输往美国啊 所以美国的感恩节 大家买什么呢 买iPhone啊 买很多电脑 然后呢 都是买中国大陆的啊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出口呢 呃 他说比起去年同期啊 11月份增加百分之21.1 这么高 创下2011年的最强劲的表现啊 就在疫情年当中这样的表现 坦白讲是非常的惊人的啊 但是最讽刺的就是说原来他是被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川普也好或者整个的美国的鹰派也好啊啊一直当做一个非常啊这个呃强力的对手啊竞争对手啊甚至一个敌手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他的啊这个出口的贡献却是美国贡献最大OK好所以呢我想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一方面啊不断的去打中国大陆二方面自己疫情要好起来吧啊否则的话呢一边打一边贡献给中国大陆 真的是还蛮矛盾的啊OK好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一个相关的经济状况那这样这个矛盾呢当然也出在我们刚讲一个中美矛盾一个是疫情跟疫苗的矛盾拉锯啊所以油价在昨天的话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因此呢涨跌互渐啊在纽约部分我们来看啊他是下跌西德州原油呢下跌了0.4%收在每桶45.6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小涨涨了0.1%收在每桶48.5% 8.4块钱美金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全球国际的财经啊比较有关的一些消息好那这个在台财经消息当中我最近啊你应该会常常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啊或是一家公司那就是特斯拉啊这个马斯克啊又有啊这个新的话题了先讲他的股价的持续标再度刷下历史新高啊已经到了每一股649.88块钱美金了啊那重点是 呃他昨天啊这个特别啊讲了一段话啊他蛮好的他说他搬家了啊他搬到德州去我想说他搬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啊原来他的搬家呢啊还讲了一大段话啊因为他的公司跟他的家大部分都在加州那在加州的时候啊其实啊也让加州因此呢呃很多的啊这些呃这个GDP哦都是他贡献的啦啊 那他过去对于加州的防疫啊很有意见他觉得防疫太多不是防疫太少他觉得防疫太多哦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怪人啦非常呃狂妄的一个怪人哦这个在疫情初期他觉得根本不需要要持续动工哦那OK但是总而言之哦那这是一件事那他现在呢他为什么说他搬到德州去他说呢假设一支球队呢一直都是赢家会变得有点智德意满有点目中无人之后呢再也没有办法赢得冠军了他不是说他自己哦 他在说加州好说他的加州呢当赢家当太久了所以我要搬家我不要再住在加州了我要住到德州好所以呢他这个话讲完之后大家比较担心的是那他的厂会不会接下来也搬离加州好那因为呢这个马斯克啊他是目前全球第二大富豪是继哦这个Amazon的贝佐斯之后啊这个最大富豪所以呢他落脚哪个地方就像我们的台积电落脚在这个美国哪一个州大家都会非常关心当初红海也是哦所以呢呃到底 这个马斯克会不会搬家除了他自己之外厂会不会搬大家很关注好回到啊蓝薛时间啊那另外的话呢最新消息啊美国的众议院呢刚才通过了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啊那里面当然重申了要支持台湾要维持呢协助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讲到呃昨天嘛第一时间啊在今天呢呃台湾至少有两个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报道了我们昨天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就美国呢卖给我们79亿啊 呃的这个野战的资讯通信系统好所以呢这是今年第六度那OK美国呢要不断的防卫台湾了要台湾自我防卫了不是他们要防卫台湾啊是这有差别的啊我们自我防卫跟他们要来防卫台湾那因为他们希望他们不需要在紧急必要的时候要来防卫台湾所以希望我们自己防卫台湾啊那建立呢啊甚至要要我们帮他防卫啊在太平洋的一些相关的状况 所以要建立个太平洋威慑倡议呃要强化呢这个美国在印太地区防御的能力还有这个相关的结盟要加强吓阻中国OK好那这个是供呃这个众议院通过的那接下来的话还要到参议院还要表决通过那如果一切OK的话呢还要送白宫啊在最后吧如果说这个川普的呃任期呃这个还没结束的话还赶得起的话他会正式签署生效OK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呢呃重申啊要这个支持台湾 那再来的话呢看到美国的参谋呃联席会的主席啊呃叫做秘利啊他在昨天啊一个场合上面是透过视讯参加化解日报的执行长的会议啊谈到了中美的态势再次强调呢这个中国的强军野心就他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军事能力啊他们呃这位美国的参谋总长联席会的主席说他们呢掌握到了讯息去研判啊中国呢打算 去实现这个目标打算在2035年要追上美国然后呢在以本世纪中叶在军事冲突当中击败美国为目标哇这个说法这个很很很麻辣意思不只是说呢能力上面要在15年后要追上美国而且要打算打败美国意思说意思说可能会发动一个战争要打败美国因为他的说法是在本世纪中叶可能就2025年啊 左右在军事冲突里面啊以击败美国为目标OK好那呃当然不希望是你有这个实力以战逼合啊没有人真正希望以战去仰战的啊如果一战仰战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中国美国都是啊我觉得应该被被踏伐啊那如果说你某个程度以这个累积自己的军事实力啊以战逼合勉强 我觉得还OK但是也会容易引起军事竞赛我觉得你要问我我也不赞成啊这个不断的去把那么多的一些老百姓的这个纳税钱你拿去去不断的扩张彼此之间的军备呢只因为相互之间要不断的去叫嚣然后拉高自己的这个态势不断的去累积呃这个可能的呃需要的呃品质啦量啦那到最后呢壮大的是军火商到底所为何来啊好但是目前看起来呃不断 不管是呃这个就心里面的呃这个可能的恐惧吧啊还是实质上的彼此间确实是在飙车啊呃看起来的话呢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跟彼此之间的战略啊这样的对峙呢呃现在都是在一个相对高峰的一个状况了啊所以呢好这个问题确实是呃蛮棘手也蛮不乐见的看看拜登上来到底会不会有一些转换好那如果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呃真的台湾脚在中间会很伤脑筋OK另外的话呢香港 香港的话呢昨天呢再逮捕了八位啊泛民派的人士啊说是去年七一游行的时候啊那但是比较OK的是他们后来都以一千港元呃的现金呃交保了啊那呃林郑月儿重申民主并不是护身照啊OK好所以呢这个是目前香港那个局势啊但是看起来香港确实一步一步的在收紧啊对于这些民主派人士啊各自用不同的一些罪名 拉法条拉啊这个行动了来对他们进行施压OK好那回到台湾我们刚讲到了啊这个自由时报啊还有呢这个是中国时报的头半头条都报道了美国对台军售啊今年第六次呃川普任内第十一次那不断的要来武装台湾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跟我们刚讲的本土感染有关的相关话题啊那就是呃这个地方讲到浙江台商啊入境长达十二天之后啊才呃这个 发病啊在验出是阳性但重点在于说啊用的病毒的感染的量啊目前看起来还是很大啊所以呢才会为什么是怀疑会是本土啊为什么会强调是怀疑是本土我们刚讲的一个可能性在浦东机场一个可能性呢在台湾啊连这个庄仁祥是我们的防疫中心的发言人啊他也说几率虽小但是确实有可能原因就在于说呃他目前的这个叫做CT T值啊很高啊说呢呃三十五以上啊那代表着他的病毒量现在还非常的大所以意思代表是他刚刚感染哦所以如果说是说呃当然有一个可能是他为什么呃这个入境长达十二天才发病他可能潜伏四十五天啊潜伏五十六天啊过去只有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但是呢很显然的因为通常潜伏那么长的时间他到最后病毒量就很低很低了啊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是入境之后呢已经居家呃好像在检疫中间隔离隔离了两个月了前两天才出来因为他明明都活蹦乱跳的都没症状但是每次一踩就是羊再踩还是羊就没办法那病毒量呢很少但就不晓得在哪里就还是有那是一种例子啊但这个呢浙江台商五十岁出头啊他的状况就是说他病毒量偏高感染感染力偏强 所以在这样的阶段底下的状况啊一般研判都是初感染刚刚才感染哦所以刚刚感染的话所以才会说不排除是本土感染啊那如果是本土感染的话真的是有点伤脑筋了因为他是在他是在检疫中心哎嗯他是呃不知道是在家里还是在检疫中心就是他是属于隔离状态啊 所以隔离状态的话应该是在检疫中心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说他是一个人一间啊所以说我们的检疫隔离皆是一人一室感染率低那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呢是呃先前那个房间里面有病毒吗还是去送餐送饭的有病毒吗哦所以如果是的话就变成说我们的检疫中心我们的隔离旅馆啊可能必须要去慎重对待所以这个例子变得很重要啊要看我们到底有 有没有本土感染的可能性他是不是隐藏在未必进到社区但是不是在这一些防疫检疫的处所这地方是一个重点那当然不排除在浦东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如果是浦东的话就是他的呃病毒株哦他的病毒序列会是大陆病株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正在比对中啊所以我们这个case已经pass给中国大陆了让我们去进行比对看看到底是浦东机场他们进行这个呃大规模的筛检我刚讲了他们呃大陆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呢也筛检了 一万多人了哦那ok也筛出了一些人确实也是啊所以呢到底会不会是浦东的大陆的这个病毒株这部分的话呢就是这几天应该稍微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到底是呢啊境外移入还是在本土感染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浙江台商啊这个相关的话题那最后的话呢另外一个呃有在媒体报道的头版头条是福湾巧克力啦哦因为他经常在国际之间呃得奖我们一访问过这位许华人啊就他 他爸爸性骚扰哦那问题是他五年前爸爸性骚扰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被揭发了还被下架呢时间到了拜拜